我想這一個韓國瑜主委 你口口聲聲說經濟100分 政治0分 你畫了那麼多的篇幅在解釋九二共識 原來你的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豁出去人進來 全部都是九二共識 你難道不是在提政治嗎 好 那我再問你比較實際上 我們高雄市民大家最關心的一些問題 你講到說 台灣你要作為台灣的首富 但是你要怎麼做台灣的首富 你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我剛剛聽到現在 你還在講太平島挖石油的事情 你要解決財政的問題 連勝文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都提到說 台北他做的也很簡單 只要挖到台北噴石油 他會做得比文來還好 你現在解決財政問題 你還在講挖石油的問題 你怎麼創造就業機會 你怎麼產業升級 你怎麼發展智慧城市 你絕口不提 那你通往 你的台灣首富的路徑 到底是什麼呢 你沒有目標 沒有方法 那你的具體策略是什麼 假如你都沒有這些 你達到目標的方式 那這個跟詐騙集團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跟馬總統的633有什麼差別呢 我 擔任市長 四年內 高雄市的營業額 我會從4.5兆 增加到5.5兆 這個就是我的承諾 那韓國瑜主委 你的承諾到底是什麼 好 目前陳其邁先生 已經進行了11題的提問 接下來我們要請韓國瑜先生 回答時間 三分半 我非常希望相信陳其邁委員 4.5兆變5.5兆 沒有講到6.5兆 7.5兆 好像我們小時候 被三字經 人之初 信本善一樣 隨便被 隨便講 完全不用負責任 什麼叫全台首富 它奠定了一個基礎 我們荷包蛋 蛋白的東西 要賣得出去 蛋黃地區 投資客 觀光客要進得來 所以為什麼要推動 中英文雙語教育 我不客氣地說 為什麼要推動 因為高雄唯一的機會 在面向國際 我每一道發展 都是環環相扣的 你一直講愛情摩天輪 現在法國最大 三個建築師 已經在設計愛情摩天輪 裡面連洗澡都可以 法國人就浪漫 高雄市長候選人 韓國就色情狂 你們在思想上 已經投降了 你每天把這個愛情摩天輪 當消遣我的笑話 已經講了快半年了 我不跟你回嘴 法國人已經做了 水利發電 可以裝卸 四天之內 可以換地方 人家做了 就是最棒的 所以這個笑話 拜託 不要再嘲諷我 中原大學 設計學院院長 聽了我講完以後 帶了五個學生 到了高雄愛河 我是不好意思講 他說韓國人是天才啊 這個愛情之河 居然可以做愛情產業鏈 這個頭腦是怎麼想的 的確 世界上這麼多摩天輪 人家憑什麼來愛河 婚紗攝影禮服 做首飾迎樓的 打戒指的 找一個墜入愛河點 勇育愛河求婚的 我愛紅娘 然後呢 愛情公仔 愛情餐廳 我們把愛情產業鏈包起來 這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美國 只要這個留學生 聽了我這個以後 馬上幫我畫了摩天輪 人家這麼肯定我們 結果我們思想上投降了 我不客氣說 陳其邁偉 你就算當上高雄市市長 你也應該把愛情資格打造起來 這可以提供三萬五萬人以上就業 多美好的一件事情 誰不喜歡愛情啊 好不好 這我先講一下 周英文雙語教育 布置成功之後 兩到三年之內 整個高雄市全部開始推動 各個高級管理人才萬商雲集 未來只要我當高雄市市長 所有進高雄投資的 拜託我要三高 第一個要高薪水 第二個 高附加價值 第三個 我們希望有高技術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高雄的碳排放量 是全世界標準的九倍 是全世界標準的九倍 我們高雄已經不能再污染 我們現在一年365天 我們的空氣污染是6度最差的 將近占到35% 也就是說 一年365天 大概有100多天是超標了 所以未來來高雄投資的 希望我們的共同景氣 一定要碳排放量降低 有三高產業 怎麼打造台灣首富 很簡單 當萬商雲集 願意來高雄是個友善城市 又是中英文雙語 我們都把它打造好 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美國 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大陸 第三大經濟體 日本 以及我們整個東南亞 十加三 通通幫我們張開雙臂的時候 我們也打開雙臂的時候 高雄 可以做全台灣所有城市的天下第一衝 就衝向這個不同的經濟領域 所以我為什麼講高雄不能夠 大陸 最高雄 一般派對 小廉 有數字 小廉 小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